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如何去调整 那还有像例如说跨页标题重复 那还有表格我希望是直接放到文件视窗的中间 我觉得这些都蛮重要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多层次清单 一定要学会 而且只要学会一次就好了 我现在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是不是有提供给你们第二个档案 那个范例档 我刚刚已经有提供给你两个档案 你应该也下载下来了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一个范例 office 40招 请问一下office 40招 这个是不是标题1 看得出来 这个黄色的是标题2 看得出来 好 你去看一下 这边有标题2 总共有40个 标题1也有7个 1 2 3 4 5 6 7 有7个可以吗 好 你有没有发现 假设当我一份新的文件 我已经定义好标题了 那样式 样式 我是不是要呈现是我们台北北 北投健康中心 那个一致性的文件 你不能说给人感觉 好 这是 虽然都是北投健康中心 做出来的文件 但是感觉 这是不同人做的 这不行 我们应该要给人感觉 是一致性的文件 所以我们的标题1 就是要大使1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当然不应该 手动在那边做 我们只要去套用 我们的样式模板 可以吗 我们刚刚那一份文件 我们做好就可以 把它当作是一个 模标准版了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你游标随便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 然后接下来常用 常用 底下 底下有一个功能 这边 样式 样式 更多 这个叫更多 可以吗 这个更多 更多里面 这边有三个很重要的功能 这就是刚刚我们定义样式的地方 我们有定义内文样式 标题样式 标题2样式 标题3标题4还有清单 那我们现在要选择 管理我们的样式 管理这个档案的样式 所以要选这个管理样式 然后接下来你觉得要选什么地方 那选这个 那选这个 汇入 汇入 为什么点这个汇入呢 因为我要用别个文件 标准档里面的样式 所以点选这个 所以点选这个 所以点选这个汇入 然后接下来右边 右边 所以现在我这个office 现在我这个office40招 在左边 右边就是我要放那个样本 档案 那个样式档案 所以点选什么 先关闭这个normal.dotm 关闭 然后再点 刚刚是关闭档案 现在是开启档案 所以点一下这个开启档案 你要分别点 也就是说刚刚是先关闭档案 现在要开启档案 所以要点两次 然后接下来请选什么 我刚刚的范例是放在 我都放在我的随身碟里面 我就找我刚做好的范例档案 这个范例 可是这里面没有档案 不是没有档案 是没有那个dot 没有dot 所以我们改成所有档案 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了 刚刚我做好的档案叫做什么 优活体验营扩点计划F1129 这是我刚刚做好那个档案 是不是就存在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点它 点了它之后呢 就点开启 这里面它会把所有它的样式 全部都秀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 覆盖全选 把这所有的样式全选 然后复制过去 然后复制过去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复制 复制 那请问你它会不会把标题1 复制过去 会啊 它也会把标题2 标题3 标题4 甚至没有 假设没有一个叫做AA 只要我这里面有的 它都会复制过去 好点选全部揭示 然后关闭 请问一下 你还记不记得 刚刚我们这边是被定义为 大写的标题1 可以了解吗 像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去投稿 它都会提供一个标准的 标准的这个样本档 它会提供 一定会提供一个标准的档案 它叫样本档 它说以后我们文章发表的时候 大家的样式要讲一致啊 其实就是依照这个 我刚刚的这个标准档 来去做样本的档1 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太重要了 可以吗 所以你看我这份文件 这份文件是不是就会有1 然后这个是标题2的1 那相对的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2 3 4 5 6 然后这边有看到1 1 2 3 4 5 6 7 可以吗 这代表什么意思 所有的样式全部都一致性的替换过来了 OK 好 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会 假设 假设当我今天 我好不容易做完这个样本 标准档 我期待希望以后我们北投健康中心做出来的文件 都要找一致性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我要利用这个范例继续往后讲 请问一下 这个范例里面 这个范例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标题1 叫做1 成功简报关键篇 然后2 工作管理效率提升篇 好 依此类推 它有7个 1234567套 7个标题1 通常我们这份文件做完之后 我们应该是要把文件传送到简报里面 为什么要把Word文件传到简报 是因为说 简报我们要做得更花俏一点 然后更美丽一点 反正就是要去做 跟别人做宣传的时候 不是只发一份Word文件 而是要提供一份简报的一个 等于说是活动说明 这时候你要做好简报的 所以怎么样把这份Word文件 快速传给PowerPoint 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学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它只会传标题文字 请问这是不是标题字 这是标题字 这是标题字 这也是标题字 可是像这些就都不是标题字了 这些都不是标题字了 可以吗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怎么样去把这个 怎么样去把这里面的标题字 全部都快速传送给PowerPoint的 以前你的做法会是什么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1成功简报关键篇 你就复制它常用底下的复制 然后接下来打开简报 开一个新的 开一个新的空白简报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写 贴上成功简报关键篇 那内容有什么 你就在Word这边一样复制它 然后接下来到简报这边贴上 接下来到这个地方Word的里面 到第二 然后复制它 接下来到什么 简报这边贴上 天哪你这样做 你知道你有7个标题 40个标题二 你要做47次的复制贴上 对吧 对 千万别这样做 好我先关掉这个档案 好 现在呢 我们如何一键完成 就是因为我们的课程内容 就是要教你很快速去做完这件事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呢 首先 档案 你在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已经有了 有一个叫做 Word传送 把Word的标题文字 传送到PowerPoint 我这里面已经有了 可是你们的没有 我要告诉你这个功能在哪里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点档案 你要先找到这个功能 点选 底下有一个选项 档案底下的选项 然后 接下来在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东西 其中麻烦点选 叫做快速存取工具列 快速存取工具列 我先把它重设一下好不好 我先把它重设 重设快速存取工具列 是吧 好 它这里面 它这里面 恢复成 假设你软体该安装好的时候 只有三个 所存档案 复原 重复 只有这三个 好 我现在呢 并没有一个叫传送到PowerPoint 好 它在哪里 请点档案 请点这个档案 然后 接下来点选 选项 选项里面 有一个叫做 有一个叫做快速存取工具列 就是这个 这叫快速存取工具列 为什么呢 你只要点一下就做完了 所以等一下 我把那个传送到PowerPoint的功能 放在这里 你只要点它一下 你就做完这件事了 好 那它的功能 我要放在快速存取工具列 所以点选快速存取工具列 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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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一个从此 由此 选择命令 请改到什么 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因为它本来 2007年的时候 还放在功能区里面 后来它就不再放 传送到这个功能区 这个功能区 就放到什么地方 不在功能区 这个功能区 你听得懂吗 我们不是电脑 我们的工作 还是以 守护大家的健康为主 这个电脑 这个电脑的问题 我想没有一次遇到 你是不是就会想要问子谦 对不对 你也可以写信问老师 知道吗 所以我一刚开始 我是不是有给你们那些电子而见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因为你记住一件事 你有遇到问题 你绝对不是第一个遇到的 然后我回答这种问题 也不是第一次回答 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我干脆把这些内容全部都录制好影片 到时候我就直接贴给你影片 你就照着去做 你可能会很快的解决 好 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们 这个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在这里 那到底在哪里呢 大概卷轴拉到三分之二 这个卷轴拉到三分之二这个地方 可以吗 有看到一个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就这一个功能 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可以哦 这个功能 然后麻烦点一下新增 它就放到这边了 放到这边之后再点 确定 你这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按钮 你记住哦 你记住 以后你拿到一个Word文件 而且你前面刚这个动作 你也已经 在那个不在功能区的功能 把它找到 放在这个快速存取工具列 这边你只要按一个按键 你就做完了 好 点一下 剩下你只要等 你去倒一杯水 回来一看 就好了 何必在这边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做那么多次 等一下我这边还没有跑完 恭喜你 这个叫做传送是 Microsoft Powerpoint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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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不用用 只要在那个 过的文件上按这个 对 对 对 等一下 再等一下 她快好了 我真的不骗你哦 那个 之前Windows7 运特4 搭配有 fuck 2016 我只跑了7秒就跑完了 现在是Win10搭配OBIS 2016 跑了快一分钟还没跑出来 这蛮可惜的 一个这么棒的功能 怎么会改成配合这么长 它一定会跑出来 一定要等 一定要等 好 您看一下出来了 如果说你去估算一下的话 我觉得一分钟 可是我真的要告诉你 我之前我用Win7搭配OBIS 2016 例如说Word 2016来去做这件事情 7秒之内一定跑出来 后来换成Win10 为什么要换Win10 因为Win7它不维护了 我们千万不要再用Win7了 知道吗 为什么这两年我们要赶快把它改掉 因为因为你们很有可能会被对面攻击 我真的不骗你们 每天都会有一些奇迹怪怪的来攻击 所以不要再用Win7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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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用Win7出事你自己负责 它不再做任何的承诺了 它也不做更新了 所以何必用那种危险的东西 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切记 用Win10搭配OBIS 2016变慢了 为什么变慢 因为它为了更有效的去安全控管 所以它就变成一直堵一直堵一直堵 像您的notebook 你刚很快就跑完了 7秒就跑完 你一定是用Win7 不是用Win10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好 那你看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简报是不是就快速的做出来 你就不要在那边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 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变成 你就在那边好辛苦的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好 各位我要把这份文 这个简报文件关掉 我要回来去继续讲 刚刚那一份长文件了 可以吗 我要先关掉了 然后这份Win10的文件我也关掉了 不要储存 麻烦请把刚刚那个优活体验营 扩点计划 打开来 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 请问一下 这份文件 这份文件 我们刚好我们刚好我们刚刚理论上来说 已经做了做了什么事情 已经做了就是内文的标题编排标题的排版 我已经做完了 好 那可是我一份长文件应该是说 先有封面 再有目录 再有这些所谓的内文 所以呢 我应该要把目录给产生出来 我们来观看一下目录 好 首先 首先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段落标记 你们如果没有就按一下Enter 请把它改成是内文 好 那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先多按几个Enter 多按几个Enter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的目录要放在这里 好 那怎么放目录 目录 目录就是放这种东西 对吧 目录就是要放这种东西 好 那怎么放置呢 首先我就点版面配置 各位知不知道为什么目 对不起 参考资料 为什么目录放在参考资料里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像例如说 假设我有一本书 然后你去看目录 你是会参考到第几页 然后再翻到书本内容的第几页 这个动作就叫参考 这样了解 所以目录放在参考资料是正常的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叫做目录 点选目录里面的自定目录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们就先取到两阶 第一阶跟第二阶 第一阶知道吗 这边是不是有七十诗内容有第二阶 这个一二 这下面我就不取了 所以请把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样格式 叫做取字范版 显示阶层叫做二 知道这个二是什么意思吗 因为我们这里面有标题一标题二标题三标题四 我只取到标题二 通常你可以设到标题一标题二 当然也可以再设到标题三 依此类推 但是我觉得目录嘛 你设到标题二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点选确定 那你可能看到这样子的内容 你会觉得说不是很满意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台北市 这个就是这一段话 标题 因为他只会把标题 标题一标题二全部都拉进来 好 然后接下来呢 麻烦请把这个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108年度台北优活 这个字前面按一下往前 backspace就是往前 这个一 一的前面往前 哇这样的话每一个都 等一下我先还原一下 因为我那边我不用一个一个障碍 那与其这样子的话 那我就只好 只好选到选到这些所有的目录 选到这些所有的目录 然后透过常用底下的这个 减少缩盘 变成真的要一个一个手动来去操作 不我不想要这样做 我们来去动手做一件事情 先还原 本来是不是长这个样子 那请问一下你现在你要怎么动手让他去做 就是一致性的调整 你游标落在这一个段落里面的任何一个位置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尺规 我刻意的把这一个手航缩排移到左边去 因为他是目录 因为他是目录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全部都移过来了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移的这个移动 我先还原一下 再还原一下 我改这一个 因为我不希望说他跳到下一格去 其实主要是什么东西在做怪 是这个定位点符号 这个定位点符号在做怪 就是你游标要看到一顿号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前沿 这边因为有一个定位点 只要超过去超过去这个定位点的 他就会自动跳到这个地方 所以前沿就跑来这边了 所以请把这个这个段落里面定位点拿掉 但是他还是不过来 因为他这边都多了一个这个定位点 就是Tab 键 那我只能再试另外一招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再加一个定位点 这个地方再加一个定位点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文字啊 这边这个定位点 他因为有一个定位点 这个定位点又或者是 你把这个定位点往右边搬一点 这个定位点稍微往右边搬一点 有看到吗 往右边搬一点点就好了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改一个样式 你改一个段落 因为他所有在这个地方 这个叫目录 目录的样式 是一致的 他不可能说 这个样式 跟这个样式做不一样的设计 虽然他这边都是不同的段落 但是他都是用目录样式 好 那目录样式 你只要动一个 就等于全部都动了 所以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刚刚是指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有一个文字 我要放一个文字 可是很不幸的刚好就是差了一点点 就是这个定位点稍微在这个文字的右边一点点 所以他就只好执行这个定位点符号 他一执行这个定位点符号 他就直接跨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边有一个定位点 这边才能放置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定位点符号往右边搬一点点 有看到吗 我只搬了一点点 你这个定位点符号 有看到那个往右的这个箭头 这就是定位点符号 然后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在这个地方呈现文字 你的这个页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呈现 有听懂这个意思吗 我只是动了一个定位点符号 往右边移动 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 而且这样是很漂亮 这个底色是不会列印出来的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要的那个样式 好 请问这问题怎么解决 这问题怎么解决 有看到吗 所以是不是还要在右边一点点 就是那个定位点符号 还要在右边一点点 有看到 是不是就接得很好看了 可以吗 那可是可是像这个9 经费规划12345 其实他应该不要呈现才对 还有像这个实施 不一定了 因为我取到第二阶 应该是要呈现 不然他不会自动抓这个东西 好了 那这个是目录 可是目录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目录是需要学会修改的 因为假设我的内文 我随便举例来说 我觉得这个三叫目的 四叫目标 好 那我稍微 我不要都是放那个目的 例如说 这个我们叫做预期目标 多加两个字 所以我直接在内文里面修改 不是在目录里面改 是在内文里面改 叫做预期 然后接下来 我这边打好之后呢 我这边打好之后 请问一下我的这个 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希望它是联动 直接做 应该要做一些修改 所以滑鼠右键点它 然后接下来这边 有一个叫更新功能变数 对就是它 更新整个目录 确定 这边就改成预期目标 如果你不喜欢在这边 用滑鼠右键 就是你随便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 好 如果你不在目录里面 用滑鼠右键 那么我会推荐你 你刚刚怎么做目录 你现在就怎么样做更新目录 因为刚刚参考资料 目录隔壁 就会有更新目录 可以吗 目录要听懂哦 这样我等一下介绍 表格目录跟图目录 你才会听得懂 而且我们做完这件事情 还有更重要的分页的设定 那个页码也是很多同学会询问的问题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可能要请你稍微知道一件事情 通常这个叫做标题一 请问标题一 标题一是不是都应该从一个新的一页开始 就好像刚刚我讲那个附件一 附件一它其实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它应该就是要从新的一页开始才对 所以这个时候 如何把那个所有的标题一 通通都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请问要做这件事的话 你以前是不是就Enter 在这边一直猛按Enter 对不对 然后再到另外一个标题的前面 又再开始按Enter 可是你按了Enter 你可能下一次打开 在别的电脑上面打开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 格式跑掉了 真的 换电脑就会有这种问题了 虽然都是用相同的版本 太神奇了 无论公司 那个相同的软体 都会产生不一样的显示结果 好了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我有七个 我有好多个标题 1 2 3 4 5 6 7 8 9 我有9个标题 我就应该 应该怎么样 我各自从新的一页开始 怎么做到这件事 怎么做 好 提供根本参考 这边有一个 因为我要修改 我修改当时在这边修改 标题 滑鼠右键点选 常用样式底下的标题 滑鼠右键点它修改 然后这边没有新的一页的设定 所以要点选格式底下的段落 然后针对那个分页 分页的设定里面 请勾段落前分页 就是遇到这个标题 段落前我就要分页 也就是这一个段落 这个标题一的段落 我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新的一页开始 然后点选 确定 确定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边看到了吗 它会无条件的 就这边什么都没有 反正它就从新的一页开始 其实它会自动补 自动补 它会自动去辨识 它是标题一 然后再看 这个也是标题一 对不对 有看到吗 刚好 这个结束之后 它是不是要从这边开始 那来看 你看哦 因为这依据 我们把依据就只有少少一点点 所以它就这样子呈现 那接下来 你看这边都是空的 为什么 因为下一个就是标题一 这个标题一 它是不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我们在写计划都是这样 只有标题一 都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可以哦 那你就不适合 你这样就不适合把它设为是一个标题一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能把那个依据变成标题二吧 变成一个标题二 如果你一定要把它变成是标题一的话 那它确实就只会这么管 那用它下一页才知道 它是下一页 它是分页 设定 分短的 不行 不行 那叫 不要说 因为因为你把它设为是标题一的话 它就一定要从 因为这一致性 我们都会是这样做的 像有些人他写那个目的也是短短少找的 可是他就是独立的一页 做区别 好 那在接下 你看像这个目的 这没办法 就是看计划 如果有些计划 它就是 它这边可能就是会有几个项目 它就很少 你就只好这样子来去接受它 那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 你看这边是不是 你看这边 承办单位 12区健康服务中心 对 真的就只有这么少一点点 因为 因为 我现在讲的是一个标准计划 是这样来去做 好 那 这边我就 跳过了 这是8 评价方式 9 好 你看是不是全部都做好了 好 那接下来 我们现在继续往前来去看 请问一下 这是目录 对不对 目录 目录 通常我们有目录 然后有封面 所以我先把那个封面做完 封面 封面你随便游标落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只要点选插入封面页 看你要选哪一种 看你要选哪一种 例如说 我为了上课方便 所以我会选择这一种 这一种 就是 不管你在第几页 你去插入封面页 一定会放在第一页 而且 你记不记得 刚刚 这是我的封面页 这边会有一个分页符号 就在这个地方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的那个 刚刚那一段计划 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个标题 就应该放在这里 放在封面的这个位置 但是你一定会说 公家机关那个底都是白色 对 我可以接受 我只是说 标题应该放在这边 标题不等于标题一 但是因为目录 它就是要放标题啊 标题一标题二这些文字 好了 我现在把刚刚这个剪下 这些字是不是要剪下来 贴到这个地方 贴上 可以吗 然后 这个 一样 这个一样 shiver加enter 它不支援 那我只能把这个字 稍微放大一点 这有时候三步转入转入只能用 别种方式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有时候我们会 刻意的 把它变成两排字就对了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108年度 它的优活体验领 扩点计划 然后 我觉得这地方是适合放我们的标题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就是要放我们的目录 请问一下 这样大概看一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等一下我要讲说 页码 页码的设定 好 首先 这边有一页 叫封面页 封面页 不可以有页码 目录页 它的页码 要从 一开始 然后 内文 也要从 页码 也是从 一开始 好 那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那你觉得封面能不能设成 零 当然不行 根本就不需要 所以就直接把封面的页码给删掉 好 那我们现在要先来做这件事情了 怎么做这件事情呢 要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 首先我们就先把页码插进去 这边插入 页码 看我们要放在什么位置 字式化的位置 我们都是放在那个顶端 顶端 中间的位置 你可不可以放在右下角 可以啊 真的可以 甚至还分什么基数页 偶数页 放置在不同位置 可是我觉得你放在中间 这是最没有问题的 好 点选 中间 那 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问题来了 我现在先关闭我们的页手页文 这就是插入页 这个第一页 因为它已经被底图盖掉 所以你看不出来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那这个作者就要换名字了 好 例如说换成自己的名字 好 什么公司 什么地址 如果不放就直接delete掉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封面 封面没有页嘛 你根本就看不到页嘛 那接下来这是不是目录 目录有一个1 内文 内文有一个2 好 所以显然这边是要修改 这一定要修改 那我们来观看一下 因为我们在制作页嘛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它是目录用i来呈现这个页嘛 如果它是内文 我希望用阿拉伯数字来去呈现页嘛 所以这个时候 甚至还有封面页没有页嘛 所以我们要做出三个区域 做三个区域的方式 其实在这个地方 版面配置 然后有一个分格符号的 这个分解符号下一页 是用这个下一页 而且是分解符号来做的 不是用上面这个分页符号 是下面这一个分解符号的下一页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首先你要在目录 目录的最后面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必须要在这个 这个的前面 这是内文嘛 内文的前面 你选得到内文的前面吗 选不到 那你干脆在这个地方选 选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分解符号下一页 还有 还有 这个 请问这一页 这一页知道吗 第一页 封面页 封面页的最后面在哪里 你也不知道 所以建议你就在这个目录的前面 插入一个分解符号 可以吗 我的意思就是 这边要独立变成一个区域 这边要独立变成一个区域 这边开始以后 全部是一个独立的区域 所以插入两个分解符号 就可以设定三个区域 所以 第一件事情 游标落在这个地方 然后 版面配置分格符号的分解符号下一页 这边是不是就有一个分解符号 那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段落 把它给删掉就好了 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分解符号下一页 就是这边是一区 下面这边是一区 好 那我是不是因为封面有封面页吗 目录要有目录页吗 所以我又必须要把封面跟目录分格开来 所以分格的方式 我不知道它的最后面在哪里 可是我知道我的目录 我的目录要从这边是独立的一区 所以我就在它的前面 一样选反面配置分格符号的下一页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封面吗 这是封面 对不对 那封面我应该再往前删 这个因为不需要这一页 所以我就把它往前删 再往前删 可以吗 就是反正我就一直往前删就对了 三到第一页 原来它这边是它的最后面 好了 我这样是不是有三个区域了 我有三个区域了 这是第一个区域 第二个区域 第三个区域 而且这三个区域它的页码都各自不同 首先我要设定内文的页码 再设定目录的页码 再设定封面的页码 一定要颠倒过来设定 好 所以我就将游标落在这个地方 落在这个地方 请问它的页码在哪里 放大一点来看 这个第一页 内文第一页 它的页码在哪里 放大一点来看 你有看到吗 没有看到 对不对 这是我的什么 第一页 内文页的第一页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要有页码 所以怎么样让它有页码 那是不是就得插入页码 然后页面底端的至中 中间 中间这个方式 这是内文 内文 这边有看到 这边出现了一个零 你觉得它应该是零吗 它应该是一 这是第一页 好 显然我们要去修改它 这边它会自动跳出来 页手及页尾工具的设计 第一个 我们要关掉连结到前一节 就是现在我是第三节了 这个内文是第三节 第一节是封面 第二节是目录 第三节是内文 第三节我要不要连结到前一节 不要 连结到前一节 假设前一节已经编到第三页 我这边就从第四页开始编 所以要把这个连结到前一节关闭 刚刚这边有一个铜钱就关掉 再来 再来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页码的格式 页码格式 请选择什么呢 从一开始 一开始 确定 我的第三节的页码 独立设定完毕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目录页 目录页的页码 目录页的页码 对了为了我们等一下上课方便大家看 我还是把这个页码字形大小 稍微设大一点 刚刚这个页码格式 这个字 是不是设好 从一开始编 而且是阿拉伯数字 请问一下 要不要把它变大一点 是在常用底下 稍微把这个字设大一点 而且我比较喜欢那个 Areal这个字形 就是大家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点 因为我是为了上课方便 所以让大家看清楚 这是内文的第一页 那接下来 这个是目录 目录的第一页 目录的第一页 请问这边是不是看到铜钱 可不可以是铜钱 不实 为什么 因为封面页没有页码 如果你铜钱 封面页把页码一删掉 这边铜钱 就算你设定好也删掉了 所以要把这个铃 这边 这个叫做大纲 目录的页码 铜钱给关掉 所以怎么关呢 在这里 页手及页尾工具 的连接到前一节 关闭 你看他 刚刚这边的铜钱 是不是就不见了 然后接下来 我会觉得把这个铃 因为它是目录的页码 我当然是要从1开始编 可是这个1 我们通常是用小写的 罗马数字 罗马数字 也就是那个小写的i 来去呈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 页码 点选页码格式 点选好页码格式之后 请把这个数字格式 改成那个罗马数字 这个i 然后i 很抱歉 没有0 所以我们要从1开始 也就是第一个小写的i 然后确定 那一样 我希望这个字 稍微大一点 让大家看得到 所以我就常用底下 把字设大一点 然后一样改成那个 Areal的方式 然后就是用写体 那接下来 我的目录的页码设定好了 接下来剩下什么 封面 封面 请问封面页的页码 有没有铜钱 它没有前面给它参考 所以没有铜钱 不可能会有铜钱 所以这个地方是没有连接到铜钱一截 好 可以了解 封面页是不会有铜钱的设定 然后它的页码是什么 它的页码现在应该要把它delete掉 就页码大概在这个位置 delete就好了 可以吗 因为这边我们把页码删掉 就不会连动改到目录的页码 跟内容的页码 好了 请问这样我是不是就做完了 做完点选什么 关闭页首及页尾 关闭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我们的页码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 在这边是没有页码的 反正本来就没有 因为它会被蓝色盖住 再来就是目录的页码 目录页码这边看到一个i 在这个地方 再接下来是是不是内文的页码 内文页码看到 一 二 三 四 一直内推 我就不再继续往下移动了 五六七八 这样子 好 请问这次页码的设定会做咯 一定要会做咯 可是当我们今天这样子你就算完成了吗 请注意我们的目录 请注意我们的目录 请问一下 这个台北市 这个标题 是不是应该要修改一下 台北市政府 卫生局 108年 这个1 是不是要修改一下 好 请问一下 这个呢 前沿 1 没问题吧 好 那我们来看怎么修改呢 只要更新 滑鼠右键 点选目录 点选目录 用滑鼠右键来点 在目录上面点一下 然后这边有一个更新功能变数 更新整个目录 确定 这才是正确的 这样有听懂 刚刚那个是标题 刚刚那是一本 一个整个计划的标题 被我放置到上面去了 但是我没有把它定位叫做标题 然后这边页码 请问刚刚有没有做一些修改 有了 刚刚这边不是一一 它整个就恢复 变成正常的 你可以control键按住 点选依据 看看它是不是第三页 control键按住 点选依据 这个依据 它是不是在第三页 一定是 好 那 三 目的 它一定在第四页 好 我们拉回去去看目录 有没有 目的 在第四页 好 那我介绍这个叫做什么目录呢 这叫本文的目录 还没有结束 因为我还希望再多教一下 我们先教你表格好了 表格有时候我们会加图片 我这边我只是稍微举一个例子 稍微举一个例子 好 然后呢 我想要去放一个表格 放一个表格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点 插入表格 假设我就放一个三栏两列 三栏两列的表格 好 请问一下 我现在放这个三栏两列的表格 我刚刚是不是有教过一件事 我可以透过这边有一个版面配置 自动调整为 自动调整视窗 就是它会自动调整到整个视窗 这样调好之后呢 这样调好之后 假设我这边我希望放一张图片 我的宽度要被固定住 我不要在那边再动来动去 举例来说像履历表 你不然右上角贴了一张照片 之后哇 那个照片就要整个扩大 好 你看 现在能不能做到这件事 假设我现在随便插入一张图片 插入 我蛮喜欢它这个线上图片 所以我现在先随便插入一张图片 假如我在 并是微软公司的 搜寻引擎 Google公司是不是有它的搜寻引擎 那我们就叫Google搜寻引擎 微软公司的搜寻引擎叫 Bing 然后接下来例如说 我就选自然 好吧 那我就只要打英文字 因为我打中文 它一直不让我出来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就有一些图片 好 例如说我就选这一张好了 这张看起来很漂亮 好 点它 然后点插入 你有沒有发现 它插入一个很大很大的图片 大到 你看根本就 你看到 首先 首先右边 被挤压到这么小一个 这样好不好 这样当然很不好 我希望说 就是三分天下 好 所以我现在先把它Delete掉 我现在先把它Delete掉 好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我希望 等一下它插入的 就是最多 它要自动缩小 缩小到 只有这样子的一个宽度 所以它是不是变成这样子的一个 内容 这样听得懂的意思 我不要 它其实照片本来是很大的 没错 可是我会希望说 以我的表格 我画到多少 例如说好了 我给它这么宽 这是我要的一个宽度 你表格就 图片就这么宽 你不可以再超过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锁定 表格的宽度 怎么锁定呢 做法是这样子 滑鼠右键点选 这个整个表格 滑鼠右键 选到整个表格 用右键点它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表格内容 有看到表格内容吗 那有我的教学 我比较喜欢是用右键来去做 因为慢慢的 我真的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上面的功能 你我希望你常用 从上面找 其他都不要再从上面找 直接用滑鼠右键 直接用滑鼠右键 点选这个表格内容 点选表格内容之后呢 针对表格列 蓝 储存格替代文字 你觉得要选哪一个 当然是整个表格的整体性设计 所以点选表格里面的选项 然后请把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 请关掉 就是不要 因为没有选 就是不要 不要以这个图片内容大小 为一个范围 不要以这个贴上去的图片内容大小 为那个大小 那我就要以什么为大小 以表格实际的宽度为依据 可以吗 好 我们就简单说 就是把它 把这个选项给关掉 确定 确定 那我们现在一样在这一格 再插入一张刚刚那一张图片 插入 随便 你本极端不晓得有没有图片 我就随便插入一张图片 好 例如说插入这一张图片 都是图片嘛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 它只能插入到这么大 可以理解我现在的意思吗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的意思是说 所有的内容 自中好了 不行自中 你有没有发现 假设我在这个地方 我再插入别张图片 好 插入图片 线上的一张图片好了 例如说 Nature 我刚刚插入这一张 它说跑掉 插入 你有没有发现 就直接限制在那个宽度 可以了解 就一个很简单的功能 它会 有时候你要是不打 就是把它 从本来是有打勾 现在拿掉 你的表格的大小 就不会再动来动去了 有没有问题 我把它切到最下面 我是把它射到最下面 这个 就对齐正下方 对齐正下方 中间 好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因为你要是 没做这个动作 那个表格 你就会开始 先调整图片 图片调整好之后 很神奇的是 搬到别的台电脑 它又跑掉了 真的是 有时候很生气 而且 它有时候正在 跑到上面去 什么之类的 实在是 就是 有时候你又很急 然后好不容易 三更半夜 坐到两点 然后才跑去命一下 早上起来 主管一看到 傻眼 好 真的 一个小小的 技巧 继续哦 继续 我现在要介绍 因为针对这个表格 你了解之后呢 插入 随便再插入一个 有说天空 所以你看 可是它宽度是没有变的 宽度是不会变的 这样了解 宽度不会变 长度是你怎么样编辑都无所谓 你甚至可以把整个表格我从下一页开始 我觉得这都没有关系 好 可是就是 我不希望它宽度会在那边任意的改变 好 那我现在呢 我现在要继续跟你们分享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了 就是文件内容的目录 接下来我想要介绍表格目录 表格目录哦 请问一下哦 表格的说明文字会放在上面还是下面 表格 表格就像一张图片 图片下面是不是会放那个说明 表上图像 谁告诉你的 我们大家都是遵守这种原则 但是为什么 不知道 好 我现在要讲解给你听 因为我不喜欢去死背 我死背的话 我会要背太多东西了 我就会忘记 背的东西真的会忘记 我真的不骗你 你不信你回家 你自己找时间写那个国歌 你写完两个字之后呢 说不定第一个 三民主义的三民都要在那边想老半天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那是我们死背出来的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哦 我们的图片为什么放在图的下面 因为我们会让别人先看到那个图 对 然后可是那个表格呢 表格里面是不是都是字 对 对 所以要先放在上面 我不知道这样子的讲解 你们是不是可以接受那个 那个就是 变成我会喜欢我不是化老 真的网路上有好多那个学生说 我很诚心的说你真的是化老 他说我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我在解释那个道理 他说我是化老 我很难过 化老 什么意思 老者病也化多了 所以就麻烦你们记得要帮我去点赞哦 让我受伤的心灵能够稍微被 好继续哦 我的意思是说 请你们以后学 我不会马上立即告诉你答案 我马上告诉你答案 你很快就忘记了 我会喜欢用引导你的方式 因为我教了20多年电脑 我就会希望说 我不要你去死背这个记那个 好继续哦 那表格我们刚刚刚说 表格上方放说明 图片下方放说明 可以哦 表上图下 好 那我们首先 先请你们思考一下 你们的表格有放说明吗 图片有放说明吗 现成都要 当然要一定要 然后 然后我连这件事情 我都要跟年轻人解释老半天 那个表格就已经贴在那边了 我还说你什么 那个表格 第几个表格 然后它的内容 是不是要再录写一个 简单的标题文字 对不对 这样听得懂 这是一定要做的 而且那个编号要随着你 第一个表格 第二个表格 第三个表格 它自动产生出来的 好 那我们先来看 这是第一个表格 所以呢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点它 点这个表格控制你 然后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插入标号 我要告诉你 插入标号 如果你真的要做 因为等一下我还是要 用上面的功能 你觉得插入标号 插入标号 插入表格的标号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有一个叫做 参考资料 插入标号 但是你要做上面这个功能 你必须要先点到表格 然后插入标号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建议 因为我们是中文的计划 所以我们就新增 因为你的这个标签里面 有表或者有图 没有 它只有原本的 figure table 或者是它有图片跟表格 我不晓得你们要放什么 假设我现在我想要放表格紧 这个前面我放表格紧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可以新增 新增一个标签 叫做表格 稍微等一下 我在外面这边先打好表格好了 我不晓得为什么 那里面不让我去打 g 好 点到它 然后 参考资料 插入标号 新增一个标签 叫表格 然后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这边是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阿拉伯数字 这阿拉伯数字是它自动产生出来的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要选择表格 是在整个项目 整个表格的上面 所以点选确定 好那通常 通常这个表格一呢 表格一我会想要放到最前面 所以我会刻意把它往前删 到时候你可能要特别去设定表格一是用什么样式 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你输入一个点 假设叫做那个风景 照片 然后接下来 你在下面再去找第二格表格 你先跳过第二格表格好不好 第二格表格 怎么都没有 一定有啦 像这个是第二格表格嘛 我刻意先跳过第二格表格好不好 我先做第三格表格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做第二格表格 它会自动帮你编号那个编号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 所以我先刻意做第三格表格 就是这个表格 滑鼠右键插入标号 然后叫表格二 因为这是我第二个做的标号 表格标号 所以叫表格二点 比如说这个叫做什么 台北市加入院所清单 医院清单 所以我就直接输入 是 医院清测 然后点选确定 都是放在上面哦 确定 然后接下来记得把它往前 好 这边它就产生放在上面的一个表格清单 然后接下来 我现在刻意的去做一下 刚刚这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哦 滑鼠右键 然后插入标号 插入标号 你看它这边又在做表格二了 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要知道一下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应该叫做 注意事项 我就 我只写那最后面这个注意事项 好 注意事 然后点选确定 那我们去看一下 刚刚那个表格二 它应该要变表格三 一定对 一定要对 这样 大概可以了解哦 每一个表格都一定要有表格说明 就这样 每一张图片都应该有 图片说明 这没问题哦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观看一下 你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表格的说明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收集起来 变成表格目录 因为你要是有表格说明 当然就要形成一个让别人来去查 可以查询得到这个表格在第几页 但是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在正规的正规的计划里面 我们是有这样分的 复录 复件 复件的表格目录 复件的图目录 就是复件目录 复件表格目录 复件图片目录 不可以跟 就是 反计划 的 反正就是 你要做两套目录就对了 好 那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不做两套 我只做这一套 我只是说 告诉你们说 那个目录 表格目录怎么做 因为你要是会做 表格目录 你相对应该就会去做图片目录 图片目录也是插入标号 去产生出来的 好 那我现在呢 目录一定都放在蛮前面的 所以我们要先回到最前面这个地方 最前面这个地方 这边是什么 一般 就是本计划的那个内文的目录 好 所以在这后面 请问我是不是要再 等于是说 这个地方 我再插入一个分解符号 就是 就是有别于 他们跟 就是 别个内容混在一起 所以我的 我 至少 至少 表格目录也是从第一页开始编 所以在这个地方 版面配置 分格符号 一样 分解符号 下一页 那这边我就要去做表格目录 那表格目录怎么做呢 在参考资料 插入图表目录 那在这个地方你就要去选了 如果你刚刚做的是图片目录 你当然就要在这边选图片 可是我现在做是不是表格 所以选这个表格 所以等一下它就会出现有表格一 然后那个表格的说明文字 然后后面在第几页 然后接下来就点选什么 确定 所以在这个刚刚做的表格一是风景照片 在第二页 表格二注意事项在第十二页 表格三 医院清测在第十四页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相对的 这边有看到吗 那刚刚上面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目录 目录的页 是不是有一个I 好 它在这个地方 它是重新开始编 一个编号 但是因为我刚刚是从这个地方继承过来 就是我刚刚是从这里面拆分出来的 所以它就会沿用这一页原有的设定 包含页 而且事实上目录的表格目录 或图片目录 也都是要从第I页开始 各位知不知道为什么要I 因为它就是要有别 有别于就是说我这是特殊的目录 而特殊的一个编号 特殊啦 就是一般我们看都是看阿拉伯数字 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 好了 我觉得大致上 大致上我已经把 因为图片目录应该不用刻意去做吧 因为做法是一样 跟那个表格目录是一样的 可是一定要做哦 你不能说老师没教 所以你就不做那个图片目录 像我记得那个阿长给我的 里面就是有很多图片 对了我还是要讲一下 我还是强调要讲一下 它这个最后面 刚刚最后面不是有图片吗 其实我刚刚我已经秀给你们看 记得如果说你今天选滑鼠右键选图片 它就也是会有插入标号这件事情 好 不晓得为什么 这边一直跑这个执行中 我只是在课程最后 在课程最后 我想跟你们回想一下 大概花一分钟回想一下 我们今天所有教的内容是 包含要有哪些 我们从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跟各位分享 就是一份文件 一份很长的文件 我们要先做多层次清单 然后这多层次清单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你一定要配对到标题一 标题二标题三 这个编号才会成立 在接下来 你就要开始真的 真的去把每一个段落设定好 它是内容还是标题 还是一些特殊的清单 你都设定好之后 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修改 可以一致性的修改 像第二节课有介绍 每个标题一都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这个以前你是不是要按 现在不用了 现在直接可以跳到 自动跳到下一页 而且不会随着你开别台电脑 这个档案而改变 这才是我们要学的 还有 还有更重要的是 当你设定好这页的版面 样式 你要把它变成一个样板 下次我再开新的档案的时候 这个样板要拿出来重复使用 这才是很重要的重点 再来我们是不是还有跟各位分享 表格 表格里面图片如何去锁定宽度 它只能锁定宽度 就是你的表格 你设多少的宽度给它 它会自动同比例缩小到符合的宽度 那高度我觉得还好 再来就是我们有跟各位分享 这个word 像例如说页码的设定 那个还有会做目录 会做封面页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的表格的那个标号 怎么设定 然后以及表格的目录 再写一个计划 这都是很重要的重点 这大概就是构成一个 word高效文件的制作 因为它要回归到正确的制作方法 那也许以前我们的操作方式 不是像我新片所介绍 可是你们一定要慢慢的改变 变成我现在所教的这种方式 你才有可能做出一致性的 而且很快速产生相同样式的能界 好了 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提问 时间也不早了 如果有问题 等一下你再留下来 因为我还不会很快走 然后我再期待 有更多的问题可以互相交流 讨论一下 好吗 因为老师我一开始就是把我所有东西都打上去 然后程式我也不要去注意他 之后我就复制那个 他自动做一条的什么方式 上次的部分 就是原来制作的范本 你要定义好标题 内容 就是这个算是我的范本 对对对对 我只要拉过来 我一开始我先随便就是 对 你只要打完内容 他设定好标题 然后接下来你就要靠我原理的那个范本 他就变成这个主任要求的那个样式了 那个完成品 成品档 我已经放在那个成品里面 可以了解吗 这是一定要用我那个 就是成品的档案 然后套进去 你的文件才会产生一致性 好 好 好